游泉文威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på olmayregoed 大家好 今天是7月8號 我今天做早晨 接著做一個視頻,這個視頻的題目是《尊促拜登應許之諾和大海的無畏的希望》,就是談兩個。 一個呢,現在呢,要結合這個越倫在中國這個核文代表財產進行交流,交往。 engage,就是此核,我們叫做磨合,engage。 那麼,拜登呢,在後面呢,當然就後面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是拜登。 拜登呢,我就提醒拜登呢,因為施政了兩年,現在已經到第三個尾聲了。 那麼,所能做的呢,就是,也就是,沿著他的慣性。 因為他有個,他那個拜登施政呢,有個慣性。 他沿著原來沿著特朗普的一個制裁,然後走到今天那個一個冷對抗。 然後現在新冠疫情結束,然後美國經濟空心化。 這個產業現在還是空洞化。然後金融危機。 又有俄羅斯戰爭,然後中美的。 俄羅斯戰爭的那個結果是,讓中國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國呢,是軍火的受益者。 但是這個裏頭呢,就透過這些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反映出一個問題。 現在美國呢,80%的力量用在外交。 20%的力量用在,用在國內的建設。 或者用在國內的,應該安內,讓外必先安內。 但是現在到28。 這個,中國現在是兩個大循環。 美國呢,是一個軍事大循環。 經濟現在是大小潮。 所以呢,這個呢,我要提出一些我們的idea。 idea呢,這當中呢,我的一個身為思考。 我等一會再繼續講。 另外,這種看見拜登這個趨勢啊,叫做強弓之末。 現在已經,這個強弩之末。 現在已經這個衰敗了。 我昨天就講了一個,現在處於政態分布的衰落幾個階段。 這個下午這個階段,就往下走下坡路的階段。 當然呢,你篤定美國是一定要走下坡路。 而我們呢,就是在挽救這個,這個美國這個下坡路的這個問題。 那麼,下一個,就是說,對於拜登來講,是怎麼樣一個體面的收場。 體面的收場,就是,然後就站好最後一幫幫,為下一個政府,打開一個,打開一扇窗戶。 就是,打開什麼窗戶呢? 拜登的應許之末。 四不一無意,五不四不一這個窗戶。 另外呢,站在時,讓後來的接班人,能夠有站在更高的維度上,來處理。 國內問題,優先處理國內問題。 其次,處理美中關係。 再其次,處理好歐洲的俄乌戰爭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大局也搞好了之後,這個主要矛盾抓好了之後, 還有其他的全球的經濟復甦啊。 這個是要接到下一任的。 下一任怎麼做? 我就說,My density of hope。 這是我的無畏的承諾。 而無畏的希望。 那是拜登上, President Joe Biden, 這個Permise。 打印了哪些Permise? 五個Permise,一個無意。 我們就今天這樣講的。 如果能夠真正把這個言行一致的, 落實這五個四,五個四無意,四個一無意。 能夠落實到這一步, 有這個落實,或者是有這個動機, 或者是有一個願望, 哪怕是走一步,一小步, 中美關係都會走好。 中美關係怎麼走? 這是我的意思。 對拜登這一步,下一步就是這一步, 現在這個葉倫這一步, 應該怎麼走? 首先啊, 我想說, 以人從你先進。 讓中國來服從你美國現在經濟危機, 給你借錢, 大哈借錢。 這個是一般來說不情願的。 以利從人止渴。 你要是幫助中國解決了台灣問題。 OK, 你這個, 借多少錢都沒問題。 這個問題, 做這麼一個邏輯, 一念之差, 解民盜權。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但是, 大人物它這個政治上呢, 往往就是極重難返。 極重難返呢, 就是難以自罰。 自罰不出來。 我們現在就推一把。 我們不是聰明人, 但是呢, 我們是在局外人, 我們看著, 看著就是當局者迷, 旁觀者慶。 我們就是一個, 能夠人比較清晰的。 能夠把話說出來。 能夠把事情分析出來。 這個結構, 將來中美這個結構到底怎麼走。 我們今天, 我今天, 我看四分龍到哪裡。 好。 就是這麼一個, 就是, 就是戰, 我就想到了, 春秋戰國的時期啊。 很多來, 這個, 很多這個政治家, 都講了很多的門客。 我們就相當於在美國的門客, 外國人的門客。 但是呢, 我又, 革外的幸運。 我認識, 和拜登的聯繫, 聯繫呢, 已經有十, 十三年了吧。 2010年, 那個米歇爾奧巴馬, 提名我為總統公民的時候呢, 他就, 奧巴馬, 米歇爾就給我, 有那個電子郵件。 這個, 這個, 副總統, 朱爾拜登呢, 也給我, 有這個電子郵件。 他, 他是, 他是, 當時是敲邊鼓的。 現在, 那個, 做大堂了, 做主管了, 做總統呢, 這個, 對我來講, 就, 不單獨寫郵件了。 就是, 我給他匯報工作, 我給他出魔法社, 我把, 有些想法給他, 直接取出來。 給他, 給布林肯提, 給米歇爾提, 因為我保持這個, 人為人中啊, 而不, 為國家, 為美國的國家, 為這個, 這個, 民主黨, 為這個, 美國人民, 為中美友好, 啊, 我是不怕的, 因為我沒有事情, 我沒有想到在, 已經給我很大的榮譽了, 我只不過是, revoling, 就是說, 這只是回報, 只是感人, 當, 所以呢, 這個呢, 就充滿了感人之心, 另外呢, 是充滿了回報的, 我只是說, 對你們, 對我的信任, 和關心, 啊, 這麼是一種回報, 我就把我的, 盡心盡力, 啊, 推動中美關係, 我把這個, 這個中美關係, 和東西方文化的結合, 叫T2idea, 啊, 我們要把這個話呢, 從零, 啊, 從idea, idea是個零, 就是設想, 空想, 編成什麼呢? Action, 一, 就是行動, Action就是行動, 對吧? 從, 清其言, 觀其行, 審其時, 燕其果, 我們就是要, 取信於美國人民, 取信於, 美國民主黨, 這是我父親這個黨, 這個人, 因為任何的一個人呢, 他的思想, 他的成長, 他的見識, 他的認知, 他都是一個激烈的過程, 我們, 我的認知是激烈的三代, 中美關係這個, 這個, 這個, 三代人的激烈, 我, 爺爺那一代, 當然, 我不太清楚, 但是, 從他那個, 大致的情況, 從學徒, 就是, 庚子賠款那個前後, 我的爺爺呢, 在天津那個學徒, 鄭倉洋行學徒, 鄭倉洋行, 鄭倉洋行, 鄭倉洋行就是, 美國那個, 就等於買辦嘛, 就等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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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一個大使館, 或者一個代辦處, 商務代辦處, 就是, 總部在上海, 那麼, 天津市分部, 鄭倉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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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分號, 他是從學徒, 做到了主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財務, 相當於什麼, 財務總監啊, 或者什麼, 我相信不可能, 因為, 他這個, 從學徒, 不是真正課班處呢, 到不了這個, 財務總監這個程度, 我不知道, 反正一百塊大洋, 這當時叫一百塊大洋, 我不知道他能夠叫, 一百塊大洋這個, 恐怕如果說, 做主管還可以, 做再高一點兒, 他就, 就不止這個興趣了, 但是我, 不只知道這麼一個經濟, 經濟的條件, 經濟背景, 我不知道他具體做什麼, 但是他把我父親, 啊, 這個, 一開始拉進了這個, 在那個, 中學時期間, 在促學之後, 就拉進了這個, 正常央行的做學徒, 使我附近的外語呢, 有一個大幅度提高, 另外, 酸藏和這個, 這個, 運作的金融資本呢, 這麼有一點粗淺的, 學徒嘛, 學徒有一點, 有點粗淺的那個概念和印象, 沒有實踐就沒有發言權, 因為我附近有這個實踐, 啊, 我爺爺有這個實踐, 啊, 我附近的實踐, 那個, 我附近的, 昨天是七七四, 那個, 七七四變抗日戰爭, 爆發八十四周, 八十四周年, 那麼, 我就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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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附近呢, 就是因為這個, 盧不潮事變之後, 七七四變之後呢, 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然後從, 錯學, 十七歲, 然後就走下流亡, 那個當時呢, 國民政府, 蔣介森提出一個, 十萬青年, 十萬軍, 我附近正是, 正是這個熱血青年, 十七歲的時候, 啊, 就帶著這個, 這個, 一腸熱血, 兩手空空, 就離家出走, 我爺爺是相當反, 反對, 啊, 這個時候, 就是叛逆, 這個, 年輕人都有一個叛逆性, 逆反心, 啊, 就為國家要做點事情, 啊, 曹桑龍灑熱血, 這個, 這個是, 當時呢, 救國救民了, 當時有這麼一腔熱情, 然後後來呢, 我說, 後來在安徽的金家寨, 又準備被捕, 後來又考到安徽大學, 後來又轉學到, 這個, 這個, 湖南懷化的, 紅江基地化學校, 第一陸軍基地化學校, 啊, 就是坦克學校, 從坦克學校, 這個, 接受了外, 就是那個, 外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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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軍到臺灣 訓練臺灣的國軍一樣 所以我父親的外語 就在戰略上比較接觸的吧 佼佼者吧 因為有 因為什麼有 因為我上中學的時候 在清新鎮上洋行學徒 學徒叫 它那個是洋行裡面的學徒 就要懂外語啊 所以有這個基礎 他有這個基礎考到了 然後又考到安徽大學 又考到坦克學校 那些相對於從來自農村 來自其他地方的地方 它的外語程度就不好 所以我父親當時呢 外語比較好 就成為坦克學校的佼佼者吧 當時他的名字叫馬博諺 後來我的名字 後來我生的時候叫馬保羅嘛 就是馬英俊跟馬 我們都是馬家人 我們父親 我們是原來老總統 老總統是在陝西 胡同一代 後來呢 移民南下到陝 到浙江 我們在浙江有一個叫做什麼叫做 馬鞍山 馬鞍山鎮 在馬鞍山鎮 就是離著唐州機場不遠 然後我父親呢 然後我父親呢 就是我的積累從我父親 叫老總 我父親呢就是這麼 我父親做哪些事呢 那甸緬公路上這個甸緬公路上 這個甸緬公路上豪華大運輸隊 他那個時候是聯長 代理聯長嘛 反正在 然後呢 然後就到了印度的加爾格達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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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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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成績比較好 比較優秀 然後就到了那裡 當教官 一邊當的運輸隊這個 有任務就當這個 做這個 亞運這個 戰略物資回國 沒有任務就在那裡當教官 他這是多種身份 他在新台南大裡學 一些那個 情報和那個 情報的收集 打字啊 情報收集啊 因為這樣 有學了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 同漢大還沒有說 我們是第一號的特選 四川省第一號的特選 因為 他不說就說不清啊 因為他學的是這些東西 但是 他幹的事情是 是運輸這個這個事情 後來 戰後又到了 到了那個 台灣那個是 那個 台北呢 台灣省工業 技術學校 職業學校 然後做教導主任 教官 主要是汽車方面的 然後經朋友介紹 對吧 政府裡面的 台灣省政府的介紹 然後呢 因為當兵呢 當兵就很 那個 當兵到了 到了那個 台灣省政府當中 當時用這個大陸人 用這個自己 國民政府 當然用這個 國軍的培養自己的將領 是吧 所以就到省 台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 進出口 進口 進口部 不是出口部 因為台灣那個時候出口部 進口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國民口就是進口的嘛 那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的物資啊 所以我父親 他比馬英九 比那個 蔡英文他們這些 甚至比李登輝他們 就更懂得 那個時代背景了 因為 英美那個時候物資 為什麼就物資緊缺 為什麼從美國進口的 大量的物資 包括糧食啊 包括所有的戰略物資 因為我父親原來就是 運輸過程當中 他就是積累 他就是運輸 這個戰略運輸嘛 他就搞這個 這個資源的調配嘛 所以呢 我父親呢 就有幸到台灣省物資局 正是二二八 四十年 二二八事件前後 當然他明白 這個經濟危機 就是日本 有日本留下的原因 也有你政府 就像 日本投降了 8.15 日本突然投降了 台灣人呢 震驚 就像 你像脫裂了 那個中美建交一樣 像這樣一樣 傾天批淚 啊 你像從日本人 轉成中國人了 這個大轉變 這個時代大轉變 就是在 7月8月15日 到10月25日 這個交接過程中 但是日本人呢 日本這個 是個 這個 帶有帝國主義進行 他在金融這方面 啊 比中國 中國國民黨政府要 要 輕車輸入之多 他當然就搞了 增貨 增發貨幣 叫貨幣戰爭 增發大量的貨幣 用這一大量 實際上就 增發貨幣 實際上就把各方面 各個物資都套現了 等於把台灣 當時的台灣的資源 全部買下來了 用日圓買下來 用日圓買下來 通過日本這些血脈 或者是 或者是在台灣流線這種渠道 把這些資源變成日本的 很大一部分變成日本的資源了 就是留在他們也是掌握在日本的一老一少的手裡 所以社會上呢 國民黨政府 那個國民政府的心態呢 他手上掌握的資源就非常有限了 這就是228事件的真相 就是我們看到今天的美國 今天世界 那個增發貨幣以後 這個經濟性 經濟性 經濟危機 這個228事件的背景 產生的背景 就是經濟危機 就是因為 還有貪污了 這裡 你搞增發貨幣之後 肯定貨幣一衝動 肯定在發放貨幣 就會流通的共產黨 就會產生大量的貪官污吏 這種產生的 國軍也好 共產黨也好 美國政府也好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然後現在才 就像那個美國現在的議會 收那個 接收台灣的這種賄賂的錢 那個金錢也好 幹什麼也好 這個現在 現在 葉倫跑到大陸去 就是跑錢去 就是我要用金 對吧 這個要錢呢 中國要給他 給那個什麼呢 給葉倫呢 也是不用金 我怎麼收買你這個 這個東西 大家一看 這個說 這個國家之間 和他們做生意一樣的嘛 對不對 我得 我要讓你為我辦事兒 想說我好辦事兒 我希望給你點錢 到好處 收買 因為葉倫是美國強硬派裡面 或者圍堵派裡面的交流派 引截水 你看看 他是那麼的 那個是圍堵派 對吧 所以呢 中國一定會給一定的好處 但是呢 不是 這個很不勤奈的 你想 你對我 承諾的事不易無益 我無事無益 你沒有兌現嘛 你沒兌現 你就不守信了嘛 我怎麼能夠給你 給你那什麼呢 給你慷慨解囊呢 我自己都不好 我怎麼能夠給你慷慨解囊 那我國人不是鬧翻天呢 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實質 所以葉倫和布林肯的不一樣 代理不一樣 布林肯是一種圍堵派 和單純勉強做出 做出一個強烈歡笑 忍氣同聲 委屈求全 而葉倫呢 純粹就是 我們倆的剛好辦事兒 我給你一個新的承諾 就是拜登是口頭的承諾 那個葉倫呢 將來就是具體的 我要什麼東西 你要什麼東西 我們談判一下 最後我能給你多少 你能給我多少 出多少價碼 我給你 給你開放一點 你出多少價碼給我 這就是一個 討價還假的過程 這個葉倫呢 就是我現在 現在不跟你說具體的 但是就是給你 中國呢 我就是一個收買你 我得收買你 給你慷慨 你將來給我 將來高篩對手 我現在 為什麼我現在 一開始電機系統的這些空間 我不跟你點兒 你那個 這是做生意嘛 我總得給你抬高門檻嘛 要價要高嘛 還價 漫天要價 漫天還價 有你要價 有我還價 有我還價的這個 這個 這個談生意就不一樣了 我們今天呢 就不再細分 葉倫說什麼做什麼 因為這個是 我們只是從旁邊來 在唐朝徹底地看這個現象 但是真正 真正來說 現在 美國制裁中國最大的受益者 不是美國 美國只是收點軍火費 因為你跟中國得到了既得利益啊 中國是拿大頭 美國拿小頭 現在是 你也是沙逼 沙逼八百 人家 那個什麼 資損一千 中美 中俄 中俄關係好了 好得不得了 對吧 實際上將來會好上加好 你有什麼 你應付中 你現在 美國應付國家 資深不了 即使聯合 歐盟 對 中俄 只要中國聯合起來 這個叫 兩個人的打仗 叫背靠背 這兩個大國背靠背 再加上 隨便收入了點 上和組織啊 也好 那個 什麼 那個 南聯盟啊 這個金端組織 這個隨便收入點 都逼你這個 都逼你這個 這個這個 七國聯盟 還有這個 這個 七國聯盟 這個強 這個是個陣營對抗 那麼你怎麼樣來緩和這個問題呢 怎麼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呢 那麼我們下一步了 這一步已經 拜登現在是 維持住 現在是維持這個 這個 這個 俄國戰爭繼續打下去 讓美國再消 而將來呢 下一代政府呢 就收攤子 擦屁股 就是把俄國戰爭收攤子 中美關係衝進 衝打俄國令開章 這個 令批蹊徑 這個將來 這個自然規律嘛 物極必反 到現在呢 你現在 你現在 現在是什麼 欺虎難下 那個 拜登這個 這個形勢呢 叫欺虎難下 又不得不下 那麼 為了下 如果要拜登 如果聰明的話 如果要拜登 現在是強辱之末 那麼就是 他一個好的 免得 中 那個 在這個 中美那個 陷入 贊成這個 對決 現在 台湾和 台湾這個 台湾也是 坦坦 這個 坦克 坦特 坦特 坦特不安 就生怕 又生怕 那個什麼呢 變成 烏克蘭 又生怕 那個什麼呢 生怕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因為 台灣是 美國 中美關係 後娘養的 這後娘養的 這個叫什麼 小老婆養的 就像 蔡英文一樣 小老婆養的 所以 戰戰兢兢 然後就提出一個 自由中國 自由台灣 就像 講這次提出 自由中國一樣 大陸是 紅色中國 共產中國 或者叫專制中國 這個呢 我們 我們 對於這個事情呢 我們 旁觀者可輕 這就是大家做 理性的分析一下 但 什麼是 美國 中美之間的 最大利益呢 那就是中美合作 不管你 中國是 國家資本主義也好 什麼叫做 中國政治社會主義也好 那就是 國家資本主義 那就叫 新民主義 那就是 中華民國的 第二共和 我們在這裡 共產 共產 共產主義啊 馬克思 馬克思的 原理啊 是應該批判的 我本來想寫一個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寫 我來寫這個東西呢 有一點 這個 政治文化工具 有點不太夠 但是我有 比較充足的理由呢 證明這個 共產黨呢 這個 這個 是要修正的 這個 共產主義啊 共產黨 馬克思的主義啊 是失敗 是空想社會主義的 這個理論上有缺陷 你消滅 你消滅 你消滅私有制 你整個 我們不要所謂的消滅是 我們按照消滅 於是就幹社會主義 幹社會主義 結果都是失敗 蘇聯失敗 中國失敗 全世界都失敗 你完全的 現在只有 朝鮮現在是搞的 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 那個 這個情況來講 這個 你一個政府 你怎麼能夠遏制到 那個 民族資本的發展呢 民族資本的發展呢 全都是工融制 這個事情來講 對生產力的發展 是遏制的 是壓制的生產力 當然 我就想我父親做的工作啊 我父親在 這個 從台灣離開了 台灣棄案逃兵以後 回到大陸 就做的一個是 社會主義的這個 改造工作 國家的社會主義 改造工作 工業的改造工作 後來又 工業的標準化 工業的標準化就是 什麼叫標準化 叫法制化 我覺得我父親做的工作 實際上 我們實際上 是非常偉大的工作 我昨天又想到 我父親的一生 這個一個人的歷史啊 就是他的功績啊 什麼樣是後來人 才能肯定的 因為他 他第一次出生 第一次啟用 我父親 是在1949年到1955年 這個期間 就是東北機械局 這個 國民經濟 恢復這個 東北機械局振興 還有抗美援朝 這個階段 我父親是東北機械局 的國有企業生產科 副科長 我昨天說了 副科長是做具體事情的 你知道嗎 就是孫雲璇 這樣做 那麼 政科長是幹什麼呢 政科長是搞 人事調配的 搞這個 決定路線的 最後 排版決策的 就是那個 那個 那什麼呢 基本上都是 這個 這個 東北機械局整個 這麼一大片 這個工作 所以我父親做 副科長 在這個程度 功勞 當然是 最後都是國家的 全民的 那個時候就 我父親在這個階段 就接過手來 一個爛攤子 怎麼 在原有 在這麼廢墟的基礎上 在掠奪 日本掠奪 俄羅斯掠奪 因為 蘇聯來以後 把很多 東北的設備 場子都掏空了嘛 把這些設備都給 什麼都欠倒了 重新在這個廢墟上 重新把它 恢復起來 這是要 當然了 也需要 當然主要是 靠著蘇聯 再給提供一些 新的資源 新的物資 但是這個就 成了一個貸款了 因為後來就是 三天自然再來 就還這個房 那麼就是 經濟嚴重也好 幹什麼也好 這個就是 就是成了那個 戰後恢復中 我必須是做 具體的 運作管理工作 組織工作的 所以說 因為它有這個 組織工作 因為它有這個 這個實踐的經驗 我想它沒有這個經歷 中國共產黨 也不能用這種 一個台灣起義 過來的一個人員 正是它有這樣的一個 運輸 調集物資 這麼一個 還有進口物資 這麼一個 一個白骨 所以我父親 才能在 共產黨的隊伍裡 共產黨的政權裡 做了這麼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 相當重要 我很敬佩 我父親 在那個時候 為國家做了這麼大的貢獻 所以江澤民那個時候 江澤民那個時候 江澤民那個時候 那個 後來的 長春汽車廠的 什麼 什麼供應客 動力處的處長 我父親是東北基地區的客長 你說它的廠 它的 微觀經濟 所以 那個 我父親在東北基地區 叫宏觀經濟 宏觀經濟 宏觀經濟的 那個科長 就在 就像你在中央裡 那個科長 一個科員 都比你下面 一個長長大 那 當然 所以我們 所以這個 第三代 第三代領導班 江澤民的 李鵬 這個體系當中 對東北基地區的老人 是比較看重的 因為這個是實踐出現的 實踐鍛鍊出來的 而不是從嘴巴上 那個是 嘴巴上那個 空空 但想當然 閉門造車 造出來的 你不是靠你的書本 學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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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子 從實踐 從書本上來的實踐 而我父親是從實踐當中 積累出來的紀念 實踐出來的 總結出來的理論認識 所以說 和王滬寧這樣 就不一樣 朱鵬基 朱鵬基 李瑞環 還有溫家寶 這些都是從實踐 經驗當中 體驗的 積累起來的經驗 只有 那些 空口說白話 大喊 喊什麼 不要什麼 像斯仁邦啊 姚文猿啊 齊文猿 這些是從嘴巴上 從書本上 得到的 知識和理論 然後 馬克森總統的消滅事用事 然後在那裡套分過去 社會實踐 所以這個實踐就失敗了 如果這麼 空海和平主義 一國兩制 一定失敗 因為鄧小平就沒有認識到 現在還是解放戰爭時期 現在 所以說是 現在叫做民生 叫做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由於你沒有解放全中國 全中國的解放這個任務 政權 你沒有奪取全國政權 所以這還是處於 中國現在現階段的現狀是什麼 現階段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代 也就叫新民主主義革命 我們把這個叫新民主義革命 這個階段 這個是對這個時代認識的一個誤差 另外 直到我們世界上的理論基礎呢 我們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 理論 但是這個問題呢 我就覺得 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脈香 看來就是一個消費思維 這麼一個理論 所以我將來 我覺得是應該 應該有一個 加入改良一下 改良叫 叫人民共和 就是人民法治 經濟 民主法治經濟 這三個 然後教委 這個樣子才叫波浪法政 這個問題 這總結這個 這個理性的總結呢 我是提個頭 就我這個 我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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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實踐經驗 就像鄧小平一樣 他是靠打仗的實踐經驗 我是靠生產勞動的實踐經驗 建設這個 建設這個社會主義的農村 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 石油企業 這麼一個 一個實踐者 一個生產者 先進生產者 在農村叫做生產標賓 在工廠裡叫 弘騎手 我們實踐出的 毛毋寧呢 從事 他是從那個 走的這個 知識到知識 從書本知識到 然後再指導這個 黨的這個行動 補助這個 國家領導人 這間 拍馬屁 抬轎子 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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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初步手按照馬克思主義來消滅私有之國有化這個概念 性知性色的概念武裝中南海影響中南海 當然了這個組合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建國的初期思想就是建設 人民民主專門把人民定義成四大階級 這還是以積極鬥爭 積極成分為主體的 而沒有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人民這個角度 人民之間是平等的 在法律定位上是平等的 沒有 一開始就不平等 無產積極是領導制度 公民積極是領導制度 這是對 也是不全面的 也叫唯心主義的 也叫形而上學的 就包括現在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憲法是建議在 這麼一個基礎上 所以 將來有第二憲法 第三憲法 這個思想呢 我是在中國的改造問題上 我是在這裡 潛談一下 我對中國的改造 因為我是從小五年計劃 從小學生在楓林津參加小五年計劃 從大廚師害 蔣閨愛國衛生運動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時候我是 沈陽市第一級別公園部子弟學校的 那個中隊 紅十字會會長 也是全校的 全校的會長 那個勤工簡學的一個印刷廠那個廠長 小學生啊 我是小學生 就任命我是小學生的 小學生的那個廠長 然後呢 我還記得 歡迎蘇聯那個 叫佛洛西洛夫 到沈陽來 佛洛西洛夫 歡迎金日成我也見過 金日成在北京見的 他這個劉少奇 那個長的樣子 我還在一一在目 綠綠在目 周恩來 這些都見我 在人大會堂裡 我去獻花嘛 那個十年大慶的時候 我在人大會堂裡獻花 那個黃偉生的兒子當中 都放我們一個學校 沒有這些實踐 你就不能夠認識 中國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 走了哪些錯誤的教訓 包括哪些認識這些錯誤 包括三面紅旗 人民公社大躍進 這個錯誤 你不批判的認識這些錯誤 包括文化他的命的錯誤 對吧 極左路線 東之修 批判東之修 這個整整的抄家運動 打批判大字報 大辯論 大串聯 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是第一個鬥爭的對象 第一個鬥爭的對象 你只有鬥爭的對象 你才能知道 鬥爭你的人 哪些地方他是胡說八道的 是吧 把我意見 我說了一個不好 就把我打成這個白專學生 就讓我直接就 1966年6月18號 6月28號就把我弄了 農村的勞動改造 農村的勞動改造 我覺得 我覺得 反而身體好 各方面自治強了 抵抗力量又強了 又認識了農村的階級鬥爭 怎麼分支留地要幹什麼 結果都參與了這樣的鬥爭 而長知識了 我並不 結果在我對我的一生的經歷來講 是一個良好的起點 實踐的起點 三大實踐的起點 鬥爭 就是社會這個實踐的起點 不是困難 就像我 六歲就自己上火車 沒有這個實踐 我就不知道鐵路上 應該怎麼 有那個膽子自己走南創北 所以你實踐出這麼 後來我父女就是這麼培養我的 我又是這麼培養我的女兒的 我女兒四歲半上學 然後 哎呀 那就 她就 她就不說了 然後又上中學的時候 上中學自己到西安去 讀那個外國語大學 又跑到德陽去讀那個 那個 寄讀生 交了三千九百塊錢 那個 那個 她叫 寄讀費 從何年之 這個事情來講 不經過 不經一事 不長一事 所以說 我說王滬寧呢 就缺少這種社會實踐的斷裂 我們 如果中央黨校都是這樣的人 出了這些光是筆桿子 嘴巴子 這個 這樣的理論家 就會帶到歧途了 這個 知識 孔子呢 這個是從知識到知識 從知識到認識 然後在 閉門造車裡 孔夫子說 學而不思則往 學而不學則代 這個 從書館到書館 而缺乏了一個實踐檢驗 這個 你的知識的 一個能力 一個判斷 知識 糾蹤你的 錯誤的能力 你真正的 完全的知識 學習 實踐 認識 發現 總結 教訓 積累經驗 去其招募 取其精華 然後 去尾 去存電 有表機率 然後再提高 再實踐 提高到認識的時候 再實踐 再進入這麼一個 反復的循環 我們從 讀書到 思想 認識 空想 然後再從空想 再到實踐 就這樣子做出一個 錯誤的決定 如果把這個 現在看成是 國家統一了 就會出現 和平統一國兩制 這麼一個政策 我給你這麼 畫這麼一塊地 你去搞 台灣的三民主義 我把你相關 畫成為殖民地 你還繼續搞 資本主義 這個就叫做 它把 兩岸關係 是內戰的一個 階級鬥爭 內戰 奪取政權 和反奪取政權 這種回應 就是 兩岸關係 是奪權的一個鬥爭 是 共產黨 掌權 和 推翻 國民黨 那個政權 然後建立 那個什麼 新中國這個政權 這麼幾個關係 而國民黨 國民黨 也好 台灣也好 民進黨也好 都是要跟你共產黨 鬥爭的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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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呢 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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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建立民主 三民主義的一個 全中國 全中國 而那ental 民進黨呢 他是要脫離 中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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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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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The 因為中華民國它是把中華民國一分為二 所以這個本質上 你不要聽它是物不利暑啊什麼 本質說穿的就是這麼回事 那個張亞中呢 就是一個和平的那個什麼非戰區 就是把台灣化成一個 和平中 化成一個未來之地 對吧 獨立王國 也是搞中建制嘛 所以張亞中還有 所以洪秋柱呢 他對這個理性認識呢 還是缺少了一點 但是說他願意統一 他看到中國這個張亞中任的 是一個理論上還不太 雖然他是教師出身 他不太對整個歷史和國情 他不太熟悉 那麼台灣呢 那麼那個蔡正元那講理性的東西 還比較深刻一點 還有蔡正底下還是蔡底正啊 他們經過在大陸的很多調查 講話呢就比較中英一點 就是中英一點 我叫做中英一點 那麼客觀一點 那麼但是你這個主導的思想呢 還應該是有共產黨的領導的 共產黨的理論上雖然有說 但是但是組織能力 還有戰鬥能力 軍事能力 還是很強的 所以要統一 統一呢就是說要開開門 開門整風 要自我革命 共產黨應該搞自我革命 就像美國民主黨應該有自我革命 自我反省 自我糾錯這個能力 共產黨呢有這個自我糾錯的能力 但是呢來講理論呢 把那魂脈 就馬克思這個魂脈 從 因為 因為美國呢有個 美國是立國呢是依靠什麼 上帝 是啊 under the guard man nation under guard 就是把這個上帝呢 包括清教聰 把上帝做一個 上帝賜運你 這個 美利堅河東國這麼一個土地 你是一個天然的 所以你的合法性 你的法律來源在哪 軍權神授 上帝授的 共產黨的來源呢 這個權 現在這個共產黨的行動呢 來源於馬克思 就是馬克思是 族裔是個上帝 來源於馬克思 但是馬克思 他是 國人他是有局限性的呀 所以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本人說 這個理論上錯了 他本人就把社會 一定要分化成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就是剝學階級和 被剝學階級 就生產力的 就是剝學女子階級 就是生業價值 那個什麼 生業價值 他就是一個定性 他肯定是要剝學女子 他沒有利潤 他怎麼生存呢 他肯定嘛 這個話 這是大白話嘛 國家也在 國家為什麼有國家資本能力 國家有 你公司 你老闆不賺錢的話 你沒有利潤的話 你的國家也不高興啊 國家也養活不了你 對吧 你不賺錢 你企業不賺錢的話 你這個私營企業 國有企業 都不行的 你看國家養活 這不能長久的呀 對吧 養個吃鮮飯的人 你怎麼能行呢 這國家 不管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都不行的嘛 所以 共產主義理論上 他根本上是一個建立在 建立在 積極對立 積極鬥爭的一個基礎上 建立在公有制的一個基礎上 建立在高度集權的一個基礎上 建立在暴力推崩各 政權的一個基礎上 所以說這個 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 或者其他的手段 民主的手段 讓人民來監督這個政府 設限制這個權利呢 這個 共產黨這個權利是一個 就是 無限的 至上的 就是權大於法 那麼這個情況下 這個就 這個就是 有帶商榷了 對不對 我 我是共產黨 我是有四十年黨齡的共產黨 我實際上 我第一次申請入黨申請 1965年7月1號 6月28號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酒大還沒開 那個時候 因為時候我入團 那種三次都不去的 所以我這個是特務的出產 政治上肯定把我發成另類 我肯定不可能 是成為 永遠不可能成為領導的 沒想到 我成了下鄉上山 上山下山 成了平下中農的優秀代表 我建立工廠 成了石油產業工人的優秀代表 同期少 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因為我學徒第二年 第二年就給師父上課了 上基督課了 上基督課了 代表協定生產力了 我就規範化講課了 因為我父親就在教導我的切物從政 就是學好一門本事 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後在上中學呢 學好數理話 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說數理話都很好 都是班上那個佼佼者 我就音量不好 就語言不好 我說話的時候打街吧 然後呢 讓我背書 那個老師就讓我背課文 那個時候就這樣 一看到我 我上語言課我就說數學題 老師就罰我 那是最好的老師 其實我很拋棄 我就說 那個時候就罰我背課文 背哪一課 關心群眾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那麼長一大拼 第二天上課要背起來 當天晚上大家都去看那個電影 就是擋著你們那個電影 我一個人守著女生的宿舍樓 一個人守 就看門 我就在那裡沒有那個昏暗的燈下 就是背上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 就要答的問題 叫姐姐喬的問題 叫姐姐喬的問題 叫船的問題 好 我現在 我那時候背著 那時候背著 那時候背著我現在都牢記著 那學英語 學俄語 當時網友學的俄語 俄語 俄語我就記得雷鋒日記 是光榮戰士是可恥逃兵 就看你在困難面前 有沒有堅定不及的信念 對待敵人要秋風少了夜 對待那個人家 什麼春天的花朵 我反正還有俄語歌我也會唱 當時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個我就會唱 就是當時的年紀 當時的年紀 當時的學歷 就留下我這麼深刻的印象 就中學時間是怎麼搞的 中學十五歲的時候 孔子說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有志於學 我十五歲的時候 學習相當 我那個時候就掌握了一個 辯證法 辯證法一個學 一個一道題 就改變了我的一個命名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反正法 反正法就是正偽的方法 就是自洽的方法 就是邏輯推理的方法 所以說呢 我的政治 在中學的政治也是X 都是英雄 什麼電話 我的電話呢 我今天還是要 我等會下午再講第二課 第二部分 接著這個講 美國這個 拜登應該做什麼 將來下一步的 我將來為特朗普 做能做什麼 我名人言順的就是 民主黨的終身黨員吧 叫會員 建章制 叫會員制 所以我要維持這個事情 怎麼建章立業 對 對不起 有電話的 我看看 好 所以現在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